李火旺忍不住憋着笑,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这一个道士请尼姑来帮忙确实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嗨嗨,各位师父,快别笑了,我这麻烦真的急得很,弄不完会要命的。 忍俊不禁的李火旺说起真实来。 跟我来吧,我们去找师太去问问,对了,带路费两个金豆子。 一张油腻腻的大手就这么伸到李火旺的面前。 李火旺倒不怕尼姑要钱,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两颗金豆子递过去,李火旺便跟着那胖尼姑向外走去。 要走出房门的时候,李火旺看向身后的其他尼姑有些留恋,感觉跟着大大咧咧的他们天天待在一起, 蛮欢乐的,连空气中的臭味都感觉没那么难闻了。 重新走到房屋间的小路上,李火旺对着前面带路的尼姑说道, 在夏清风关悬扬,敢问师父法号。 妙玉,满脸肥肉的胖尼姑,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道。 嗨嗨,好名字。 李火旺忍了好久才没让自己笑声来, 这名字跟他这样子,可真的半点都不搭。 走了有一会功夫,一排低矮的茅草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胖尼姑静直走了进去。 你在这等会儿,我去阿使。 好,祝妙玉师父,出宫顺利。 憋笑的李火旺拱手作一。 嘿嘿。 面带微笑的李火旺站在茅草屋旁边,懒散地伸了一个懒腰, 他感觉到现在非常的安逸。 李火旺现在看什么都想笑, 感觉四周是那么的可乐。 就在他回想起刚刚的事情, 忍不住刚要大笑时候, 忽然感觉一切开始崩塌, 白色的医院墙壁开始替代了四周的一切, 一些虚幻的人影开始具象化。 刚刚安逸的李火旺瞬间表情变得极其的难看, 表情扭曲地用双手死死地抱着脑袋。 不行,现在不行, 再顶一会, 虚,虚, 帮帮忙, 求你了, 安静, 安静, 虚虚虚。 李火旺的祈求声仿佛起到了作用, 没过一会, 四周的一切重新安静下来。 脸色重新变得极差的李火旺擦着脸上的冷汗站了起来。 黑太岁的作用正在退去, 那些幻觉很久又要来了。 然而李火旺现在必须只能把这些事情往后退退。 在生死存亡面前, 幻觉那都是小事。 心情变得很差的李火旺回想起刚刚的事情, 但是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了。 哎, 李火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声音, 抬脚向着毛侧的后面走去。 当看到后面的场景时, 鼠石有被震惊到了。 只见毛房的后面居然用竹围栏围着, 里面养着一些黑皮长毛的猪。 里面是那正在往外喷的黄垢之物, 以及一些吭哧吭哧的黑猪们。 这一幕让李火旺本能地感到极度反胃。 之前他就听到安慈安的尼姑养猪,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尼姑居然是拿这东西来养猪。 看着眼前的这些猪, 李火旺对整个安慈安的印象逐渐下滑, 这里的尼姑都怪, 都怪得很。 随着黑猪哼哧哼哧地散开, 妙音从毛房里走了出去, 见李火旺站在猪圈旁, 也不说什么, 带着他继续往前走。 赶紧走吧, 我等会儿还要睡晌觉呢。 这样养出来的猪, 你们自己吃吗? 李火旺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瞎说什么? 没看到我们是尼姑吗? 我们信菩萨的, 不能吃荤, 亏你是道士呢, 连这都不懂。 妙青语气中带着浓浓的鄙夷, 但是紧接着话题一转, 又变得有些垂头丧气起来。 哎, 我们也不想喂猪, 没人烧香上供, 那总得干点事赚饭钱吧, 人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活。 确实, 确实, 李火旺随嘴附和着, 跟着他的身后, 继续往前走。 兜兜转转, 妙龄带着李火旺 在一间房屋面前停了下来。 师太就在里面, 我就不进去了, 说实在的, 我有点怕他。 哦, 对了, 师太法号叫静心。 说完不等李火旺说话, 转身就离开。 李火旺 看着他那背影一眼后, 轻声笑了笑向着里面走去。 屋子里面很黑, 里面的吞咽食物的声音, 还有那更加浓郁的恶臭。 这异常的一切, 让李火旺下意识地摸向了背后的竹简。 就在李火旺刚抬起右脚向黑暗中走去时, 他感觉踩到了什么干瘪的东西, 迅速把脚收了回来。 你点灯吧, 我是瞎子, 用不着灯。 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黑暗里面传来。 好的, 师太。 当李火旺 掏出那荧光石, 向着自己刚刚踩到的方向扔去, 顿时被里面那怪异的东西吓得身体一震。 那是一个极胖极老的, 戴着尼姑帽的女人, 双眼空洞洞的只有两个黑洞, 脸上松松垮垮的脸皮, 被脖子上的肥肉向下拉扯, 仿佛随时要被扯下来一般。 当这模样出现在昏暗的房间里, 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脸上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身上。 她整大胖身子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 肮脏的肥肉上全是血肉模糊的搓窗, 那搓窗里面的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扭动。 而这样一个女人正在抱着一个大盆, 双手扒拉着里面的油腻吃食。 呵呵, 稀罕了, 难得有心素来找我。 恐怖的老妮 估张着那无涯的嘴说完, 继续吃了起来。 虽然样子异常恐怖, 可她的声音却异常地和蔼, 如果把灯熄灭, 估计八成以为这是哪位年迈的老人家。 不过李火旺根本没时间想这些, 当听到这人说心素时, 他的心顿时紧绷到了极点, 随时准备后撤。 慌什么, 一看就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小毛海, 我们安慈安什么时候需要别的料。 我们懒得弄, 其实吧, 我儿子也是心素。 哦, 李火旺打起了精神, 那静心事态, 您儿子现在在哪? 这是李火旺第一次听到别的心素。 他疯了, 心素一般下场都很惨, 疯了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 静心事态说起自己儿子的故事, 声音显得有些低沉。 静心事态说起来。